好 镜头转到新北来看到今年初新北市政府才刚完成新北市中和中山路二段人行道拓宽工程 施议员争取将中和中山路三段人行道的变电箱移至马路分隔岛 给市民连贯顺畅的人行空间 今年初中和中山路二段完成人行道拓宽整建工程 为了让人行权益能一路连贯 施议员金锐龙争取在中山路三段从云山路至名声街口的路段 将人行道上的变电箱移至马路分隔岛 日前邀集公所台电等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我们人行道已经在二段整个全部都施工完毕 那现在都整个要延续训的话就是在三段 那三段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整个后续来配合我们的人行道的一个整建 来把中央趁这个时候能如果说在挖掘马路方面 就是整个一个配套措施能由台电还有我们新工处这边 完全把这个迁移把这个破旧的一些人行道完全更新 中和中山路三段共有12座变电箱置放在人行道上 但有两座变电箱已阻挡人行空间将禁速搬迁 其余则会规划搬迁时程 最急迫性的就是在元气大阵以及叫在旁边的那个变电箱 这个确实有这个让人家比较自在乃行的一个路段 那我想说以急迫性的方式请台电经过经发局公所 我们大家一起来会看 希望说还给一个人行道行人的一个安全 变电箱移除后 议员将紧盯人行道拓宽于整建工程的计划精度 让民众能早日顺行中山路人行道 拥有安全的人行空间